如果有人问我狮子分布在我国的哪里 你猜我怎么回答 安徽河南的命连马戏团 当然我是在开玩笑 只是为了开启今天的话题 中国民间马戏团的那些事 马戏起源于汉代 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其中值得大猫迷们关注的点主要有两个 一、最早关于马戏的描述是 《西汉环宽的言铁论》中 就有马戏斗虎的记载 可以说这玩意是因虎而骑 二、好巧的一点是 汉代也是狮子传入中国的时间 我的理解是 就是因为找到了和老虎演对手戏的 才形成了这种表现形式 当然马戏涵盖的内容是非常广的 但狮子今日 老虎和狮子的表演依然是最核心的亮点 老虎和狮子本质上是同量级的顶级猛兽 但却不属于同一物种 越是这样 人们越是好奇他们到底谁厉害 在没有动物保护理念的古代 乃至前些年 信息尚未发达起来的乡村 这两种大猫的表演 或许都是一种残酷的形式 就是能解答一些大猫迷们心中疑惑的那种吧 其实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心态 前面说狮子已经传入中国2000年 但并没有进入过生态圈 之所以还能得到传承 甚至融入文化 不得不说 或许马戏是让其传承的原动力 除了皇家林院有给狮子提供较为安稳的庇护所 在民间的马戏团 也经常随秘到他们的足迹 这些马戏团主要聚集在安徽河南等地 形成了不少依赖马戏为生的马戏之乡 延续至今 所以说狮子分布在安徽河南 好像也没毛病 根据我对马戏的了解 狮子比老虎好逊 狮虎搭配除了观赏性外 还有一个人们不太关注的点是 可以用狮子防着老虎 狮子的性情相对稳定 一旦和他们在小时候建立起亲密关系 就比较牢靠 而老虎还是保持了少许暴脾气 所以马戏团是万万不会去训化豹子去表演的 如果硬实去训养豹子 那还得派老虎或狮子再防着他 豹子勇猛异常 可为先锋将军 老虎气势凌人 可为军中统帅 狮子霸气不思稳重 可为保镖护院锦衣为啥的 这是我瞎编的 我就是想说一下 衙闷前放两吨狮子 或许是和狮子的性情稳定 异于驯化对主人忠诚有关 当然气势也够 还有 说到民间马戏团 大猫迷们对此也是保贬不一 好的情况是 近些年人们保护动物的觉悟提高 相关部门对此的监管也得到严格执行 不过对类以马戏为生的民间 首艺人也暂时没一帮子给打枚 但对他们的训养环境 以及繁育许可知智都有较高的要求 训养环境方面 现在这些马戏团都选择去级别不高 但也算正规的动物园驻场 相当于借用了符合标准的环境 但繁育许可他们一般是没有的 今年在母动物园驻场的马戏团老虎咬人世界中 后来就查明其所属的民间马戏团是没有繁育许可的 其实在我国很多动物园都没有繁育这些大猫的许可 只能靠猪 真正的繁育基地由北横道南雄森之说 北方地区很多大型动物园的老虎 很多都出自横道合着东北虎林园 而南方则来自广西雄森动物大世界 一些小型狮狮并且由马戏表演节目安排的 则会用到这些民间狮子老虎 也算是第三大来源 小占东蒙 我去 网上流传圣广的这些狮子老虎其实就出自安徽的民间马戏团 里面脏兮兮的雄狮两兄弟名字分别叫大王子和小王子 当时某短视频平台主播也是现实中的训养员 为了博取流量 有故意把大王子和小王子送进虎群龙社 制造似虎斗噱头的嫌疑 所以很快就被森林公安找上门 并永久封进他几十万粉丝的账号 这些狮子老虎当时是浮贤在家 好消息是后来他们大多都去了浙江一家著名的大型私立动物园住场 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大王子和小王子好像没去 或许因为品相太差 其实大猫迷们也不用太过担心 狮子和老虎都有身份认证 即便是他们寿终正寝 也无法被飼养者狮子处理 以前发生过马戏团的老虎死了 老板狮子处理 去集市场卖肉 结果被判了十年 狮子也是一级保护动物 区别是老虎宾威 狮子异威 说白了就是十年以上和五年以上的区别 最后一个关于马戏团的经济账 首先是伙食费 这些民间马戏团给狮子老虎喂的是鸡架 就是那种把肉剃掉的鸡架骨 因为便宜 每只老虎每月合一千块 一年一万多 是不是很多朋友意想不到 以为狮子老虎得多好钱呢 其实像东北虎林园这种正规单位的数据是 老虎每月伙食费三千块 吃的是比较大只的那种鸡鸭 加上医疗什么的 年生活费四万 换来的是老虎的标肥体壮 而民间马戏团和这个标准差距确实有点大 所以老虎也基本上受尔巴基 他们的解释是 这样更容易摆照形 前面咱们提到 马戏团的老虎和狮子最终所有权还是属于国家 那么还有人进行训养 驱动力会是什么 绝不是因为饲养成本低廉 有兴趣当宠物吧 我们可以再看一组数据 狮子老虎出租给动物园驻厂演出 马戏团老板可以从动物园获得每只十万元的年出金 十只一组就是一百万 然后请三到四名训养员 每人月薪五千年薪六万 然后一百减四乘以六 二十四再减十二万的饲养费 等于六十四W 哎呦我去 这是一门生意啊 一句话 臭啥 能万一填了工作 可该好好放松一下了 蝴蝶儿你砸了 呀 我哪里能放松了下来 前段时间咱们一起逃跑 我老弟在高速道上被闯了 没了 我当时就懂包米地 当时我也真是丢人 梅族几乎就被他们给逮住 汇聚一阵弄 狮子老姐 你老公咋不来上班呢 你是不知道 他头发颓畅 赶不了这转货权的货 好了 我们没办法对别人还算合法的生计 批判什么 只希望所有的大猫都能健健康康的生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订阅一下吧 还能放线 所以我们上号像 突然 我们上号地 下车 谢谢大家